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月宜第一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以主题设计活发歌街市不设实际 今天对赛双方正方为 金融团学校中学部 对反方修计湾观纳中学 有一项我介绍双方的辩元 正方主辩为杨卓林同学 正方第一副变为杨家文同学 正方第二副变为何心悦同学 正方杰变为谢熙同学 而反方主变为叶慧亭同学 第一副变为梁建之同学 第二副变为龚文杰同学 杰变为刘润心同学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英华书院教练杨展康先生 保留六世书院中文辩论队顾问老师 侯润洪先生 侯润洪先生 加密拍与中学辩论队黄文杰老师 现在给本层分为主变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及结变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反方主变完成发言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后 正方一副接着发言 待反方二副完成发言后 会进行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后 就会进入结变环节 除了台上发问及台下发问环节外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 叮会叮一响提示 叮 叫钟就会有两叮提示 叮叮 超过15秒就会连叮几下 叮叮 详细菜规已发布给各位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请问结变准备时间是多少 一分钟 好,谢谢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有请正方主便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时间 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 士咪士咪 可以 主席评判在各位大家好 05年政府将180个公屋商场 街市、停车场等公共资产项目出售给令展 正式将公共资产私有化 但多年来管理不善 租金物价不断攀升 令公屋居民及商户苦不堪言 14年开始 令展出售和外判公共资产给不同的私人企业 其中出售的公屋街市部分会加入不同的主题 希望为街市注入新元素 即便是所讨论的以主题设计活化公屋街市 例如位于屯门的有爱村街市就以童话形式设计 长沙环的例外街市就改为商场 并以货柜为主题 可惜的是管理手法和令展大同小异 同样都是以翻身为名 加租为实 搞就一帮小商户 加入大企业 只不过是外形和设计上 加不同的元素和主题 贸此为及市民商户实为出头 毫无实效 我方立场十分明确 我方认同旧街市需要翻身 安装冷气 光阔通道 符合现时卫生标准的 通通都有需要做 亦符合实用性 但翻身还翻身 并不一定需要以主题设计进行翻身 当中并无必然的关系 甚至加入主题更会令破坏街市原有的功能 根本不切实际 因此今天衡量变题的标准在于 究竟以主题设计活化公屋街市 能否保留到公屋街市的功能 做到新救兼容呢 如果不可以 以主题设计活化公屋街市 就是不成了 我方认为以主题设计活化公屋街市 不切实际原因有二 第一 破坏街市原意 不符实用原则 公屋街市位于公共屋邨主要的服务对象 就是住在公屋的基层市民 正如香港理工大学 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周崇明指出 公屋街市需要兼顾不同阶层 和弱势社群的需要 可惜的是 以主题设计的公屋街市 将焦点由价廉、物美、街坊情 改为外观包装、赶桌头 甚至连服务对象都改为有经济能力的家庭 正如屯门区区议员林明欣指出 位于屯门的有爱街市 消费对象由公屋基层 改为有消费能力的年轻家庭 令领埋众闻和生果金的家庭 就要跨区买送 甚至19年监察公营街市发展联盟进行的物件调查发现 东冲有四间街市的物件比全湾平安贵三成 公屋街市不再服务公屋市民 价格定位不再对应当区需要 想问邮方位于公屋的公屋街市没有公屋的元素 邮方是不是认为变成富豪街市都没问题呢? 第二,大幅增加成本压杀生存空间 已有新主题就必须要翻身重建 但一要重新规划和翻身维修 对一帮商户而言就变成要加租 就像以欧洲传统市场风格为主题的宝林街市 未装修先要收装修费 活化完再要加多两倍租 成本大大增加 加租又怎会指得装修的时候 以老香港为主题的东冲日东街市 就是第一批以主题设计的公屋街市 翻身两年后再次加租三成 直接导致10档商户倒闭 更何况公屋街市其中一个特色就是 小商户多人情未录 但现时活化后的所谓的街市 就变为连锁集团的集中地 就像以现代和风为主题的 天水为重复街市 所有的猪肉档全部都是同一个集团 鱼档就垄断了超过六成 压杀小商户的生存空间 最后想问邮方 以主题活化就要创建特色 但另一边商户就是东街可以见到的连锁商店 邮方所谓的特色 是不是只是街市的爱马不同 怀疑不实呢 多谢各位 正方主辩发言时间为3分46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是反方主辩 你有4分钟的时间准备好 请讲可以 我想问需不需要站起来 不用 好 谢谢 可以 可以 正在各位大家好 听完邮方主辩4分钟的发言 其实不难发言 今天邮方就是着眼于这个主题活化 而忽略了街市是有的问题 但今天我们双方要讨论的主题活化 街市的标准 不应该只是看主题活化成本的支出 而是要对比活化前后的转变 我们看回民建园2018年 街市问卷调查显示 是有六成人认为街市的环境卫生欠佳 而四成人认为设施残救 因此赞成政府翻身街市 街市的环境不好 方便干净的选择 例如超市等就越来越多 街市渐渐被边缘化 但是如果单纯翻身公屋街市 换汤不换药 要和惠康百家一大财团的超市 也难以竞争 街市的客源都会继续流失 公屋街市可以过往的发展方向是固化 普遍作为失货和熟食市场等用途 再加上超市有环境恶劣 例如卫生差地面塞滑的形象 令市民失去购买异欲 选择去超市或者去网上购物 又见及此 今天公屋街市是需要新的突破 改变旧有模式 而主题设计活化就可以达来这个新气象 为街市改善旧有模式 令人流增加 今天要尋量变题成立与否 应该要审视主题设计活化 可不可以帮助街市 以针对现在有的问题而去作出改善 提升竞争力 今天我方反对变题 原因有二 第一,促进街市多元化发展 扩大市场 根据研究公众街市市小组委员会 2018年报告指出 现在的商铺出租率为九成 而领会侦测2016年的调查报告 就指出最严重的公屋街市出租率 只有三成 各个街市卫生差人流又少 导致商铺难以盈利 因此商铺减少出租率降低 再加上街市的用途单一 局限于买菜和熟食市场 是没有特别的支柱可以吸压到新人流 出租率就会持续降低 如果我们只是单购翻山的设备 其实是难以去扭转现在的状况 而主题设计活化街市的卖点大 就可以增加到客源 例如以货桂枫作为主题的 麗角街市 活化前的摊位空置率是八成 但活化之后 我们出租率竟然可以去到九成 更加引入了不少一些 暂新的商铺 无论是暂新的梳果肉类的选择 还是美食广场大型市集 利用主题活化 就可以改变人民对街市的形象 配合更新鲜的业务 以多元化的发展去扩大街市市场 第二 提升街市竞争力 由于我们现在街市的普遍老旧 再加上超市的分店遍布全港 令到市民就会选择 较为方便的购物方式 而不去街市 市委会2002年选择月刊调查显示 是有接近七成的人都会选择去超市 去买菜 而选择街市的仅仅只有三成 而选择去超市购物的主因 是因为地点方面和环境整结 各战都是超过六成 街市环境方面的持续恶化 只会令客源持续流失 长远降低竞争力 再者 由于普遍就方便程度和环境而选择 网上购物非常方便 政府统计处2015年主题性统计的调查显示 网上购物的人数比例是由04年的7% 上升到2014年的23% 网上的购物方便导致越来越少人去街市 因此主题活发是要发掘更多的可能性 令社会关注重返街市提升竞争力 市民如果真的加装冷气通风 在座各位是不是就有兴致去街市 就连机会资本公共事务及市场总监 王智謙都说 有外翻身之下100%的出租率 主题活化可以改善空置率问题 最后请问右方同学 现在街市现存的问题 空置问题用什么方法才是最实际呢? 谢谢各位 反方发言时间为4分13秒 没有过时 接着是台上发问环节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 向反方主辩提问 发言时间为1分钟 反方主辩准备1分钟 回答1分钟 所有结束前15秒 就会有一丁的提示 丁! 之后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 向正方主辩提问 发言时间同上 双方均向对方提问一次及回答一次后 便回到正方一副环节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请评判注意 填写台上发问的分数时 请特别留意填写次序 特别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的分数 好 现在请正方自由派出委辩元 作台上发问 如果准备好的话 请说可以 是麦是麦 是麦是麦 可以开始 叮 叮 主席评判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堂和我方说 要是一个给公屋市民的公屋街市提升竞争力 因为它的用途很单 但我现在用你的标准来问你 今天你说的公屋街市的客群对象是公屋市民 一群基层市民的时候 你说要看前后转变 今天我跟你看 原来你做了主题街市之后 跟你说饭送的钱是加了的时候 我想问有方堂今天你说提升竞争力 但就不顾及一群公屋市民的需求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过公屋街市原本针对着就是公屋两个字 正在针对的是公屋市民呢? 多谢各位 反方主便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etten standpoint 黄豁 别 感谢观看 凡方准备时间完结 现在有请凡方主辩答辩 有一分钟的时间 如果准备好的话请讲可以 可以 丁 各位大家好 物价上升其实有很多因素 例如是一个通货的膨胀 令到它们来货价上升 将来货价上升的问题 转嫁去少市民那里 或者基层市民那里的物价上升 其实就是活发不是唯一的因素 去令到物价上升 我想问有一位同学 其实有没有资料或者证据去证明 其实主题活发就是唯一的因素 例如领占的财务总监霍迪强都说过 在资料当中 租金其实只是占商户经营成本的11.6% 而物价上升的主要原因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例如一些进口的国际商品大豆 燃油价格上升等来货价上升 才会导致物价上涨 所以今天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多谢各位 现在有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原作台上发问 如果准备好的话请说可以 可以 定 再做各位大家好 今天右方其实是自想矛盾的 他的立场一开始就和我们说 他是赞成普通的活化 但是他不反对主题活化 为什么呢 他们就说物价会上升 租金会上涨 既然是这样的话 有方又能不能够说出 其实正常活化 有方认不认为正常活化 任何这些物价上涨 租金上升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呢 再者 今天其实领展财务总监 已经说了他的资料里面 其实租金只是占商户经营的 11.7% 而其他因素 比如说国内通货膨胀 国际商品例如大豆的价格上升 这些来货价的价格上升 才会导致物价上涨 才是物价上升的原因 想问右方有没有一些资料 是证明主题活化是他唯一 而且是主要的因素 导致物价上涨呢 多谢各位 现在正方主便用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时间准备 谢谢观看 准备时间完结 有请正方主便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如果准备好的话请赶可以 各位大家好 回答有方的问题 有方有没有间接地承认了主题设计会导致租金上升 装修就加回装修的钱 主题设计就变相再加多了的钱 导致令到物价去施压给商户要加租的话 就会施压到市民里 令到物价都涨 而公屋街市根本就是为公屋而设 公屋的人是基层市民 甚至拿中门生果金 我想问了 为什么要特意加多一笔钱呢 变相 还有你如果加中了主题设计 你的入场费物价就会再持续上升 想问一下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这么需要呢 谢谢各位 台上发问环节完结 轮到正方第一负便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赶海宜 请赶海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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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开始 请赶海宜 主席 评判 大家不妨从辩题中三个关键字眼分析 第一实际 今天合方同学立场觉得 用主题设计就会令到整个街市的环境变得更加好 有个人同学说 我們單用翻身裝修是換湯不換藥,做不到主題設計這麼好的果效 但有方同學,怎樣換湯不換藥? 有方同學,整場比賽沒有解釋過 今天的主題設計是如何,乘客又是怎樣 怎樣做到和翻身裝修的成效不一樣,有方同學沒有提及過 如果今天跟你說兩者是一樣的時候 我想問有方同學,你和主題設計的關係又在哪裏? 甚至今天我們反過來看究竟什麼叫實際 一班公屋的基層市民他們需要的就是實際 原來今天一班公屋基層市民他們需要的是什麼? 是食物的質素好些,想食物便宜些 對他們來說自然就叫實際的時候 然後方同學,你自己也忽略了公屋市民的需求的時候 我想問你怎樣用主題設計帶到實際給他們呢? 第二,主題,今天方同學方說 不是,現在街市人流很少,我們用主題設計可以吸引更多人 相反都會經營好了 但方同學,今天你吸引,吸引什麼人來? 我告訴你,公屋街市現在是來幫一班基層市民給他們受惠的時候 你今天的客群對象跟我說是變成有消費能力的市民 原有的公屋市民要跨區買菜 今天我想問你,公屋街市不做基層公屋市民的生意,那誰去租? 甚至乎你跟我說相反的生意會好 我現在跟你說相反的租金會上升會加價 不如你和方論證有多少的相反會留下 所以今天不妨看看主題設計究竟為街市帶來什麼實際作用 原來今天你說的主題設計就只是加一些公仔,加一些裝飾 播多幾首歌就叫做主題,就叫做好實際 甚至乎好像青衣的海洋主題街市一樣 原來連主題的建築物都可以拆掉的時候 我想問,究竟沒有了主題,我們還是不去主題街市? 即使我退一步跟你說,你的主題現在這一刻真的做得好 我想跟你說,現在你的主題過時的時候不再吸引人 那是不是又要兩三年,我們就變一個主題先? 第三,街市,今天有方同學說現在街市需要提升它的競爭力吸引更多人 有方同學有沒有想過,今天整個街市對於一個相反的經營又是怎樣? 有方同學說相反的生意不關事,舖租只是佔好市的情況下 今天有方同學不妨來看看實際的成效又是怎樣 今天我們看看,例如馬鞍山用花作為主題的恆安街市 當初一班原有的商戶,他想留下續約,就已經說要交5至10萬的入場費給建華管理公司 租金今天要多加一倍資源,甚至會像利安街市一樣 今天這些商戶去逐租只是租到以往蒲毀三分之一的面積 即使我今天當你的商戶交租都好,但原來又會像葵勝東的自然峰街市一樣 那些商戶做了兩三年,就跟他說不再續約了 那我想問有方同學,今天你說保留一些價值,保留相反,究竟保留到哪裏? 再說今天有方同學,你有沒有一個實際例子跟我方說 今天你用主題設計後,加租不會令到一些商戶 說他們會想走,他們會責到租金而留下呢?多謝各位 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4秒,無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是反方第一副面發言時間,有三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趕,可以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雙方最主要的分野就是有方同學同意活化,但又不想用主題 我們看看普通活化的街市究竟的成效是怎樣 荃灣社為國的街市普通翻身之下,翻身完之後的空子最高還有七成 即是有七成的空子,即是吸引不了這個基層的市民去 連基本的服務提供不到怎樣去令到服務到這個基層的市民 機會的資本公共事務及市場推廣中間黃占有指出 其實石尼街市活發之後還有20間的老店留下 包括還有南亞瑞經營的布店,買香足和活街的店鋪 其實不是所有的店鋪都會不見了,反而他們還有更好的環境去經營 還可以新舊兼用,以前未會發的街市可能只有少量的店鋪開門 貨品總多的單一,令到市民選擇的貨品受限 研發之後就有更多的商品去進駐,例如一個Ocean Free 就以站起來的雪櫃售賣一個冷凍的食品 除了可以吸引到基層的市民之外,電營層也不再局限在基層 還可以加了年輕人,顧客增多了的時候,為什麼不可以幫助商戶的發展呢? 其實街市作為了一個生活的一部分 因為舊而不作出改變,保留舊有的經營模式已經不合時意 面對著網上的購物和超級市場的競爭 街市已經被削減了競爭力,如果它在這個情況下還不改變的話 怎樣可以吸引到基層買菜呢? 一個這麼高空子率的街市是否真的可以服務到他們呢? 而有方其實不同意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成本貴 但是原來成本貴是租金的問題 在活化之前,有一個來過街市的商戶買方 他們生意慘淡,每天的平均只有二、三百元 低的時候只有一百元,街市又沒有冷氣 因為天氣熱的時候是趕客 街坊也不想去那些有熱有局的生意 不想去那些有熱有局的街市 這樣是否真的可以服務到這些市民呢? 而現在活化之後,有冷氣有通風系統 地面不再濕滑環境改善 再加上主題的設計追作一個桌頭 吸引到市民來買菜 雖然租金是貴了,但他們的營業法一樣提高了 現在還有機會的資本董事梁泰萊表示 去年接手禮閣商場的時候 當時場內空置是有八成都沒有冷氣系統 人流很冷清,有舊商戶表示 商場未裝修之前人流冷清 現在活化之後禮閣商場有打卡位 有小食街,有乾淨的街市 人流比之前多了三倍 可以帶動了商戶的生意 形成了一個多元化的屋寸街市 主題的設計是在推動一個全新的營運模式 引入了更多的商戶 究竟是你原本正在走的美食廣場 還可以去吃一個廣場 買了餐,是護衛護理 一樣是帶回人流,可以服務到市民 最後想問一方,有沒有其他方法 給主題會發達成本效益更大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一副,髮型時間為三分十三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分 接著是正方的第二副面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趕可以 可以 可以 叮 主題,評判,作主,各位 大家好 總括有方同學所有利署的出發點 都是一個字 潮 夠潮就可以吸引到多些人來 夠潮就可以令商戶賺更多的錢 但等等先 當中又有什麼必然關係呢? 有方沒有論證過 就算今天吸引到更多人來打卡拍照 但不光顧,不買東西 同樣都是沒用 就好像小西灣的本灣市場 在疫情前成為國內團的旅遊景點 甚至一天最多有28個旅行團去參觀 但旺丁不旺財 機彈檔檔主例 表示他們不會買 甚至會阻礙本來想來買送的本地居民 有方未認為 入得街市的人 只看不買都叫實際呢? 況且你所謂的主題 怎樣才會做到你所謂的增加人流 就是要緊貼市場 現在興什麼就要變成主題 為求我主題發揮到最大的效用 就好像這期興懷舊 所以就有七個街市用懷舊做主題 但如果三至五年後輕穿越到未來 那這一班街市又是否再重新裝修那個主題呢? 那小商戶又是否再要給多一筆錢出來呢? 如果有方同學認為不用改 有方又憑什麼原因 認為不改 本地居民都會繼續光顧呢? 有方今天為了提高街市的競爭力 將街市變成超市 但從來都沒有想過基層市民的利益 和實際在哪裏 是不是有方同學 你說有愛街市 但原來有愛街市 只剩下一個商戶的時候 那主題設計又有什麼特別呢? 現在其實裝修還裝修 主題設計還主題設計 當然裝修已經可以做到提升街市質素的時候 主題設計還有什麼那麼獨特之處去做呢? 更何況提升公屋街市質素的 是說貨品品質好不好? 是說你有沒有多元的貨品 當貨品的質素才是重點的時候 主題設計還有什麼那麼獨特的必要性呢? 著著各位 如果你問我一間街市 有空會不會有表演看 有職分換禮物 甚至有大抽獎 好不好 我會回答你 好 但這又是否真的對應到基層市民的需要呢? 作為一個普通街市 錢要賺到盡 這點其實就連成租商建華自己都承認 他們直言推出不同計劃 同一般商場、超市和商業機構模擬 但這又是否一個位於公屋服務基層的公屋街市最實際的定位呢? 今天討論辯題又是否只是一般街市呢? 東涌的入東村是全港三大的縱援屋邨 平均每三戶就有一戶在拿著縱援 但偏偏當區就有兩個主題街市 令物家成為全港最高的屋邨之一 正如來到區區議員方農菲指出 在東涌賣一斤菜的價錢 就等於在其他地方賣到的三斤 加多了一個主題 就加多了兩倍的價錢 對基層來說 其實這兩斤菜已經可以頂多很多餐 最後想問右方 兩斤菜和老香港的主題 哪一支究竟可以真正吃得下肚呢? 多謝各位 正方第二副片發言時間為3分03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凡方的第二副片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的話請說可以 可以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 他不斷地說主題活化 會令到租金上升、物價上升等等的問題 但我就想問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其實自己都是贊成普通活化工程的 難道就不會造成這些現象 這些租金上升、物價上升的問題嗎? 還是有方看到我方所說的這些空置、街市 沒有人流冷清的問題嗎? 你們是坐視不利呢? 再次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儘管近年的街市 又做多了正常的活化發生 包括維修破爛的一些結構 安裝多幾部冷氣等等的做法 其實譬如說領戰管理的街市裡面 平均有很多街市攤位都是空置了 當中空置率最高的就是有七成 就是這個荃灣的石維角街市 證明正常的活化工程 根本就不能幫助到吸引人流 今天右方不斷在說 基層基層的市民 我們服務不到他們 但其實看回我們市委會 在2013年發布的報告裡面 受訪者被問到聚場透過哪一類平台 求買家用食品的時候 當中只有六成的受訪者 乘搭在超市 只要不夠三成人 只要不夠三成人選擇街市 正正因為他們還會考慮環境 衛生等等的因素 所以其實 右方在說 商戶活化之後是會令到一些商戶是負擔不起租金升幅 但譬如說 我們以這個禮國街市的攤主都有說過 自己翻身之前平均的生意 只有兩百到三百元 人流根本就是冷靜 而去到天氣炎熱的時候 根本就是 它的生意基本上就是沒有這樣 可見其實很多街市的商戶搬遷 因為自己本身就難以營運下去 租金的一個升幅並不是一個主因 再問有方 難道繼續不大旺這些人流的話 這些商戶的情況就會有所改善嗎 而且都有本身在街市的消費者 是認為物價上漲少量是可以接受到的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都同意街市主題活化 的確會多了很多選擇 同時會改善衛生環境 改善出租率的環境等等 所以我們以活化當中加入主題元素吸引人流 才是設合變態之中的實際意志 相反在右方眼中一成不變 無市街市逐漸被時代淘汰的事實 才是叫做不設實際 物價上升本來聯繫到很多其他原因 譬如說領展的財務總監 剛剛已經說過就是租金只是佔商戶經營成本的11.6% 而近年的物價不斷上升的原因 還要包括國內通告膨脹等等的問題 這些因為來貨價上升才會導致物價上漲 所以租金根本就不是唯一的一個因素 導致物價上漲 所以最後今天其實在右方眼中 變態中的主題活化這個字眼就好像必然 但其實我們希望是加入不同主題文化的裝修 引起社會的關注和討論 不一定要做到很豪華才有效果的 多謝各位 反方第二副變發言時間為3分11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位便員向反方台上便員提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反方發問時間為1分鐘 台上準備1分鐘再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會有15秒一丁的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下派出位便員向正方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時間和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可以由同一個便員提出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台下發問環節現在開始 請正方派出位便員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的話請說可以 謝謝 不好意思 有少許回音 可以再試一次 你可以再試一次嗎 來 接近 多一點 請問反方同學聽不聽得清楚 反方同學聽得不清楚 現在會不會好一點?反方同學聽得清楚 請問正方四位台上便宜聽不聽得清楚 好,如果可以的話請說可以 可以 主席評判在有各位大家好 好,有方同學一副用了大部份時間 輪正加了冷氣 那時設施之後 怎樣可以吸引到市民來商戶留下 但是加了一部冷氣和主題設計 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好主題同樣也可以裝冷氣 有方同學的主題是否就是有冷氣呢? 可況且有方同學用了麗國街市 但是夠商戶直至互誕生商場 開得晚,門長關,不讓貼單 想問有方同學以上的做法是否 如何留住商戶呢?多謝各位 謝謝 是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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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叮 可以 你们还有时间准备 一定是提示 还有15秒 不好意思 准备时间完结 现在请反方拍摊位变员 进行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叮 最后各位大家好 首先想问右方 其实你对街市的印象就是 想问右方你会不会特意去一个街市 平时就为了探冷气 坐在长凳上休息 是不会的 右方和我也知道自己 其实这个逻辑是不合理的 其实今天说冷气和主题设计的分别 就是在于我们看到领展管理核下的全湾设围国街市 它明明已经做了一些翻新了 普通的翻新安装了多的冷气 但空置率仍然有七成那么高 反而用了这个主题活化的丽国街市 商场翻新之前 租客就形容是鱿鱼死城 但是现时的人流就增加超过三倍 甚至有鱼近的屋村居民都前往去扣打 反应指是活化而不作出改变 是不会吸引到新的客人 浪费了资源去翻新街市 所以我方才会赞成主题活化 这个也是主题活化和普通活化之间的分别 多谢各位 现在请反方派出位变员作第一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准备好的话请讲可以 听到吗? 听到 可以 有方一方面同意活化 但是说到活化就不需要钱翻新 装修是完全不需要用任何的钱 但是我们突然间加到一个主题就像开天杀 但是看回领会的数据 原来租金比率平均只是营业价10%左右 可见的是租金只不过是占物价上升其中一个很小的因素 影响着物价的更多的是来货家 货源和其他街市的竞争 所以我们会见到沙田、大埔、元朗这些食环的街市 就算没有活化都好 这几年它们的物价上升是持续增加 甚至乎高于工资的上涨水平 所以我的问题很简单 最影响物价上升的 究竟是来货价竞争 还是因为今天我方所说的主题前例移生的租金上升 各自的比例是多少 现在正方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比较确价 Ding 準備時間完結,現在有請政方派出位辯員答辯 留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各位,再一次,大家好,首先多謝有方同學的台下發問 有方今天說,加價不是主題設計,只是加價不是主題設計最大的因素 但當你這樣說,原來有外街市只剩下一個商戶留下的時候,你又怎樣解釋呢? 有方同學,你可否給我們一個例子,是說商戶可以有信心 主題設計完之後,那個街市的租金是不會上升呢? 而其實今天剛剛有一個台下發問說,不會特地去街市的冷氣 那你也不會特地去街市看一個米奇老鼠的貼紙 再加上,其實現在原來說主題設計是會過時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確保你可以有足夠的金錢去給這筆租金 令到他可以令到租戶留下呢?多謝各位 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一位辯言員作第二條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如果準備好的話,請說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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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各位大家 不好意思,我... 今天有方同學主編一出來就說有調查自出 六成人因為... 呃... 好... 呃... 呃... 慢一點點,有些人聽得不是很清楚 好 請問...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同學主編一出來就說有調查自出 不好意思,請問反方同學聽不聽得清楚 這個... 聽到,但有點窄 很窄 嗯... 請問台下發問同學... 我慢一點點 好一點點 因為有一點窄 OK 好 聽到我聽一聲你才可以發現 好 呃... 呃... 現在... 現在反方同學聽不聽得清楚 呃... OK了,OK 麻煩你了 呃... 請問...呃... 呃... 正方同學台上的同學聽不聽得清楚 好 呃... 如果準備好的台發問同學如果準備好的情況可以 可以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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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主編一出來就說有調查自出 陸性人認為街市環境欠佳 正性人認為設施殘舊 所以就覺得要用主題設計去翻新街市 去到第二個論點 又引用選擇月刊的調查 畫出性人選擇去街市的原因 是因為地點方便和環境乾淨 所以有方同學引用的資料 關鍵都是在於環境和設備的問題 而不是有沒有主題設計 所以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正方同學發問同學後面呢 有少許疾了 呃... 可不可以再問一次嗎 如果不是... 就是... 重新...重新說過 重新多一次 如果可以的話請說可以 好 可以 重新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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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性人認為街市環境欠佳 正性人認為設施殘舊 所以就覺得要用主題設計去翻新街市 去到第二個論點 又引用選擇月刊的調查 七成人選擇街市的原因 是因為地點方便和環境乾淨 所以有方同學引用的資料 關鍵都是在於環境和設備問題 而不是有沒有主題設計 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不如你直接提出 有哪個調查是清楚指出 大多數市民原來公屋街市的原因 是用了主題設計呢 請有方同學順便領一下 謝謝各位 現在飯方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就請問一下 請選擇 請選擇 叮 范芳准备时间完结 现在有请范芳排出位辩元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回答邮方的问题 当然主题活化成本下高 当然主题活化才有效改善现况 我们看荃湾街市 在2017年曾经用了超过1700万资金 去翻新外场、厕所等设施 但空置率依然持续增长并高期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回应邮方 我方所指的环境欠佳等等的因素 不单单只是说冷气、厕所等 更加重要的是 主题活化可以带来配套设施 其他多元的商铺 从各方面增加吸引的元素去带动人流 这才是我们真正在说的环境因素 再者 现在邮方有没有一些例子 正在说正常活化 是真的会多了人流 多了 少了这个空置 商户的问题 得过解决了一个例子 其实今天邮方整场都举不出一个例子 多谢各位 现在邮方全场将服务基层市民和吸引新的人流放在对立面上 但根本两者就可以同时兼得 首先有方完全论证不到物价上升 是完全因为合化主题的设计 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究竟有什么因素影响着人 令到公屋街市更不受欢迎 看回消卫会的数据 原来七成市民因为超市比较干净 所以不去街市买送 而实际上亦会有基层市民 因为环境而却步不去街市 正正因为街市的空置極高 没有人流之外 连商铺自己都选择性开铺 影响了友方理的基层市民 而今天欧方的主题是整个协同效应 今天可能一家大小去一个童话风的街市 买完菜吃个下午茶菜去旁边的游乐场 一个配套设施连大陆去 请问普通的委康那些怎样做得到 所以最后我的问题很简单 有什么困难矛盾之处 令到友方堂不能同时服务基层市民之余 同时吸引新的人流 为此街市提升性生力 多谢各位 现在正方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凌 不 凌 叮 準備時間完結 現在有請政方派出會變緣答變 留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的話請說可以 主席 評判 座座各位 還有一次 大家好 今天有方堂問我為何公屋街市不可以公屋市民和其他校群兼顧 但今天就是不懂分先後次序 現在跟你說的變題是公屋街市 而今天你吸引其他人的同事 你主要的客群仍然都要以公屋市民為主 今天你跟我說你的主題設計要吸引其他人 變相就是利用其他人為先的時候 我想問有方堂是否合理 再說今天你說環境好 當然我不明白 今天你翻身重建為何不可以令環境好 今天有方堂沒有解釋 原來今天有方堂跟整場沒有對比過主題設計和翻身的分別在哪裡 你說主題設計可以有其他配套設施 為何重建翻身的做不到 原來今天在說兩者的分別 只不過是把冷氣機變成米奇老鼠的冷氣機 通道加米奇老鼠的公仔的時候 你跟我說這個叫實際的時候 有可能合不合理 再說今天你的主題會過時的情況下 我想問過了時吸引不了人的情況下 你如何再令市民再去浪費市 如何再令你後中所說的吸引更多人做實際呢 多謝各位 現在是傑變的環節 雙方傑變有一分鐘的時間預備 繼續注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预备时间结束 先由反方煮变总结 你有四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的话请讲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首先有方豪有一些谋误 不如我们厘清一下先 有方豪觉得我们的成本很高 我想问 今天我们看到全文街市 2017年 耗资了1700万 去翻身外场装布冷气机的时候 但它的控制率仍然高企的时候 有方豪为什么不行主题活化 会有比较有较高的成本效益呢 而且有方豪其实很苛刻的 他跟我们说 我们一定会常常变 我们看回原来有的街市 石尼家市 他们向一些 旧香港 童话式的风格 去做主题设计的时候 这些都是比较持续性的东西 请问有方豪 为什么我们会常常去改变它呢 其实再有各位 请问你是否邮会员呢 这句说话相信深入纹身 而这种超市的营商手法 正正是街市做不到的事 现在甚至乎很难听到 又来看又来选择的声音 到底是什么令到街市没落呢 不如我们探讨一下 现今世代对街市有什么印象 说到街市 对它的印象似乎是 濕啊 臭声味啊 骯髒骯的样子 相比起方便 十位包罗万有的超市 明眼人都会选择啦 回到今天的变题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主题活化 而不是普通活化呢 正正是因为我们要与时并进 面对着超市这个这么大的竞争对手 普通的活化只是指标不自本 根本没办法解决根源上的问题 今天说的面对着一个 累积了整五六十年的问题 这个问题都没有变过的时候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退变 不是只是好像有方同学所说换个壳就行 我们要做的是由内到外 切切底底地改头换面 而不是有方同学一直原地踏步 其实我方已经很多次重新 街市已经不是五六十年代 只是可以去私拉 给一些基层走的一个地方 今时今日我们需要的是老少咸业 甚至是年轻子女 去揭晰打卡的好去处 有方同学说我们只想谈兵就好像 我们只想谈兵一样 不如我们今天真真正正地去一次街市 我们看到葵青的石离街市以老香港做主题 我们去到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昔日的旧招牌 旧巴士站牌 在里面拿着一部手机就已经可以进行电子支付 甚至有一套类似U会员的职均优惠系统 认真爽甲快 在里面的消费每买一元就能够到0.1分 一包出钱一丁麻油面 都只是用30分会换到的时候 我们看到其实街市的那些 坛档的租户里面 其实他们可能好像有方同学 其实真的有些不同的地方 但我们看到那些不同的地方 正正是因为他们受到一众的年轻人的欢迎 再加上我们今天没有说 把那些小租铺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消费者多个选择 同时可以供应到给一些基层市民 和一些不同的其他人的时候 所以有方同学今天的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 我们今天回到街市那里 看到走到累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去美食广场 去旧式大排档的环境之下 吃一碗车仔面 大家可以想象到 可能一个婆婆会跟她的孙子说 乖孙 婆婆以前就在这些日晒雨淋的环境之下 做生做死的了 孙子听到之后可能会觉得 哇 婆婆很厉害 我们去完街市其实不难发现 这些正正就是有方同学 口中所说他们普通活法 就是装饭墙 只是装饭冷气 所做不到的事 按照有方同学的逻辑 可能到时候 孙子只会跟婆婆说 咦 好臭 我想快点走 又或者跟婆婆说 哇 这些冷气很凉 这样 时代变 人物风景都改变 我方今天创新求变 有方同学一成不变 时代的进步 有不少的事物会成为当中的牺牲品 被时间的洪流冲走 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作出改变 才可以求全 科技日新月异 我们现在买饭可以去香港电视网上购物到买 甚至乎我们在这个市场上有不同的竞争者 有方同学也都明白到市场是有它的价值存在的时候 为什么有方同学不作出改变呢 最后 希望为了这个街市可以与时并进 可以留起现今的世代 有方同学愿不愿意跟我们踏出这一步呢 多谢各位 凡方结变 发言时间为4分15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正方主变总结 你有4分钟的时间 正方结变发言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情缸可以 试米试米 可以 叮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近年用主题设计去活化公屋街市越来越多 这类街市还要比很多超级市场 看上去还要干净 旗里座 不过如果因为主题设计这个做法真的够实际 对所有人来说都有好处 为什么管理公司在事前不会和一众居民和党贩的老板 讲清楚将来公屋街市会用什么主题设计 为什么大家在整个街市装修完之后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今天变题的重新是讨论公屋街市是因为我们需要反思街市作为公共屋村的重要配套之一 究竟用主题设计去活化它会不会影响到公屋街市的本质 今天有方同学说过往公屋街市形象残疚不一流 用主题设计去活化它就是最实际的出路 不过公屋街市和其他街市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是公屋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你怎样革身都不可以违背公屋街市 是要照顾低下阶层 令到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好 从而提升生活质素的宗旨 如果用主题设计去活化公屋街市 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们看过去这么多年的报道 几乎清一色都是说公屋居民是担心 甚至是不满活化完公屋街市后 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呢 今天有方同学另一个很坚持的论点 就是说用主题设计活化公屋街市之后 整个街市变得更加有活力 买到的东西比以前多了 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景点 吸引到更多人来 令到公屋街市变得比之前更加好 所以用主题设计活化公屋街市就十分实际 不过我们看回一种主题设计活化的公屋街市 无论是怀旧香港 欧洲小镇 中国建筑 还是大自然做主题 究竟各个主题和公共屋村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管理公司帮公屋街市加入主题设计元素之后 就等于带动到整个街市有了朝气 其实有方同学是没跟大家解释过 就算我们真是当可以吸引到一些区外的人 来到主题设计下的公屋街市 或者可能他们是觉得有新鲜感 但是对着原本居住在这里的公屋居民 究竟是新鲜感对他们来说实际一点 还是可以买东西便宜一点 又或者被他们认识了十几二十年的老板 继续行画家常才是最实际呢 其实我方同友方今天最后一个分歧的地点 就是究竟公屋街市要怎么做 才是对公屋居民是最好的 有方一直坚持说用主题设计 护法的公屋街市是未来最实际的举动 用主题去将旧有的屋邨和社区作出结合 又或者将过去的历史 甚至是其他地方的风格 摆入公屋街市里面 所以这样就是很实际 不过我方从来都不反对公屋街市需要改变 如果是想弄得企理一点 令大家走得舒服一点 尽量不影响到公屋居民原有的生活 当然是没问题 但是主题设计只会令到公屋街市原有的人情味留不住 旧的党贩会走了 新的党贩来到卖的东西又变得贵了 还搞到很多区外人进来挂着打卡 最终令到公屋街市变得不论不累 那对大家来说还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在座各位 本来公屋街市就是简简单单 又何必将它搞到这么复杂呢 多谢各位 政方劫变发言时间为3分40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我们会给评判整理分子 如果评判你整理完分子之后 没有问题都可以一会儿通知我们 在这段时间来等一等 评判整理完分子之后 我们就会请3位的评判各自给这场比赛一些意见 可以了 好,谢谢黄先生 OK,谢谢黄先生 各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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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